这个是民进党一贯的做法 政府要补助学生的学费 这是好事 可是同一时间 私立大学乃是公立大学 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 学费上涨的问题 那这个政府是不是要 也要想办法去 打破这个障碍 因为现在政府完全 不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只是从补贴的方法 那你有多少的资金可以补贴呢 你这个学费要补贴 你这个境外生要补贴 然后你的高中职呈要免费 你有多 你准备在教育补贴上 要花多少钱 这样子补贴又能维持多久 这个都只是救济式的一种做法 这个做法其实更忽略了 一些根本的问题 以及政府过去的一些错误的政策 在萨嘎兔的情况之下 很多年轻人反而去支持了科匹 让赖金德本来可以支持 他的年轻人选票逐渐的流逝当中 所以在最近他们不断地提出 针对年轻人的一些政策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这完全是选举的操作 从过去包括农业的补助 包括石斑鱼 或者是连雾 市街等等 只要有问题 都是用钱来解决问题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虽然用钱 也许可以让大专院校的学生 尤其私立学校的学生 可以减少学费的这种负担 而且把这个学贷的时间往后延 不过整体来讲 大专院校的问题 少子化的问题 学生少的问题 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 学杂费的补助而来减少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 它完全是政治的操作 第二个它完全是针对 它希望吸引到的年轻选民 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 但从长远来看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政策